太阳上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今晚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那当然今天的太阳 跟昨天的太阳当中 这个升起之际 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情 那当然因为时差的关系 昨天夜里 这个坦白讲就几个钟头之前 看到美国 那边这个拜登已经宣布 这个即将对中国的180亿 进口产品 开始苛征 这个算是惩罚性关税 那当然在稍早的时候 睡觉之前看到了关于 中国外交部宣布 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 应这个中国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的邀请 将会在这个16号明天 抵华进行国事访问 这两件事情 坦白讲都是大事情 但是这两件事情 实际上是有关联的 到底关联在哪 听我道来 那当然我想这个首先我们讲到普京访华这件事情 大家其实这个翘首以盼 这等了很久 那这个其中翘首以盼的包含普京 一直希望能够来华访问 那当然来华访问的任务 那不用这个多说 也知道如今俄罗斯的经济 下一步怎么走 能源的出口 俄乌战争的和谈 样样事情 都需要跟中国进行所谓的沟通 得到中国的支持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当然我想明天来了之后 我们再深入探讨 普京这一次访华 希望能带些什么东西回去 不过就在这时候 这个突然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做了一个算是非常大的动作 也算是 其实稍早之前有一些风吹草动 在那个耶伦访华之前 他跟那个披子堡钢铁工人 就在说中国的钢铁制造 早就超过他们造这些轮船 这个所需要 说这个中国 这个有一点点在作弊 造那么多钢 自己都用不了 他要干嘛 这个真的是 对不对 听起来逻辑 就有点问题 那当然那时候就有一点风吹草动 可是又要让这个耶伦访华 感觉到气氛没那么紧张 因为耶伦来 其实我们大概现在都可以推论 他是要中国支持美国国债 这件事情 不要抛太快 再加一点 不然我们快挺不住了 所以那时候不能给中国施压 但是为什么在这时候宣布 这个当然跟普京访华有关 对不对 因为看起来 他是对华强硬 但是你仔细去看 他对中国的产品科征 就是加征关税 他们叫加征关税 讲的好听 其实就是一种惩罚 那为什么呢 因为电动汽车 原来这个中国电动汽车 卖到美国 是27.5% 比那个欧盟 大概高了快三倍 那当然现在加到百分之百 就中文电动汽车进美国 关税百分之百 那太阳能光伏产业 百分之五十 那其余呢 锂电池 关键矿物 起重机 这个医疗药品 半导体 钢铁 铝 通通 25% 这个一听啊 好凶哦 拜登好凶哦 但各位想想看 特朗普当年呢 当总统的时候啦 打这个中美贸易战 对中国的产品 科征啊 惩罚性关税 那个是多少 各位可知道吗 那时候科征了3000亿 只要消亡 美国的中国产品 都科征 惩罚性关税 基本上是全面加税啊 那当然中国后来 当时也回敬美国啊 这个对美国进口 中国产品的 1014亿产品啊 科征啊 这个关税 那当然呢 实际上那场这个 关税贸易战 在特朗普时代 美国其实没赢啊 美国听说后来统计啊 因为那一场贸易战啊 没有算中国这边 算美国这边 美国有1040亿嘛 被科征关税 大概美国影响的工作岗位 是29万4千人受影响 可能呢 失业 公司裁员 也可能呢 这个减班啊 公司说我现在 这135来就好了 我没有那么多东西 事情要做啊 诸如此类 29万4千人受影响啊 基本上呢 这个沙迪100啊 这个自损1000啊 那种概念 不是沙迪800自损1000啊 沙迪100啊 自损1000 那当然呢 这个拜登现在 又要跳进那个当年的那种 坑里面吗 对不对 他聪不聪明 还是他很笨啊 那到底聪不聪明 很笨呢 看得出来 其实啊 他这次很聪明啊 为什么呢 他科征最重的 中国这个电动汽车进口 百分之百关税 那是一个笑话 很多这个 很多人都在讲说 我们美国有中国的 电动汽车进口吗 答案是没有啊 美国到现在没有进口 中国电动汽车啊 你要科征百分之百关税 那是干嘛 就是一个意识形态 噱头了 对不对 有人叫做经济恐怖战 他就吓你 说你看 只要你中国电动汽车 敢卖到我美国 我科征你百分之百 另外有一个在法院的说 要科征百分之两百 哎 磕磕磕 反正中国车 一辆也没进美国啊 美国人呢 这个享受不到 中国车的优势嘛 那当然呢 这个中国车啊 实际上 你不要低估中国车啊 认为说啊 中国车没有在美国啊 这个就这样啊 因为各位必须理解 在去年啊 全世界销售了将近 八千万辆汽车 有电动的燃油的什么 什么混电的纯电的 好 通通加起来了 大车小车了 卡车汽车全部八千万辆 这八千万辆当中啊 中国制造了大概快将近一半 是中国制造的车子 不管卡车什么车什么车了 大概有一半啊 将近一半 那市场预估呢 到二零三零年啊 这个马上啊 就二零三零年了啊 那如果是市场 还是维持八千万辆 需求的话 年需求八千万辆 中国大概可以做到 百分之七十五啊 大概六千万辆的概念 销往一百四十个国家 这对中国的这个汽车工业来讲啊 不管是什么上汽明爵啊 奇瑞啊 还有在那个吉利名下的沃尔沃啊 还有比亚迪啊 这个将来你如果在全世界 你们家 你们国家啦 没有卖中国电动汽车 那你亏大啦 对不对 你本国制造的车 一定又贵又不好 然后呢 没有竞争力 看到人家又能开又好 又棒了中国电动汽车 你根本开不上 那时候你想想看啊 这个美国 自称啊 是汽车王国 那时候我看是颜面无光啊 当然啊 这个现在美国很多 这个经济学家在讽刺啊 说这个特斯拉的马斯克啊 走错地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三月份 四月份 四月份 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 这个新车四占率哦 中国出的新车销售四占率 他只占了多少 讲你都不相信 以前特斯拉卖到断货 现在上个月的四占率 只有4% 言下之意 卖一百部新车 其中只有四辆 是特斯拉 上个月哦 三月啊 再上上月 还好一点 7.7 一百辆当中有七辆 七啊 7.7辆 是特斯拉 跟去年同期相比 特斯拉的销售 降了18% 那这个 他的竞争对手 比亚迪 那高纵凯歌嘛 对不对 整个业务增长 29% 销售量 啊 那当然呢 那个 就可知道 这个市场 在出现变化 为什么 这个中国制造 会让美国啊 感到害怕 拜登为什么要苛征 这个算是惩罚性关税啊 原因啊 当然啊 我们刚刚前面有讲 第一个是 要制造嘛 对不对 他比特朗普更凶 对华强硬 对不对 那个还在 那个法庭接受审判 我这边呢 已经对中国 吓得狠手 给那些 美国工人讲啊 我是让你们得到一个 公平贸易竞争的环境 那工人懂什么啊 工人只要 有钱赚 对不对 有活干 能吃上饭 这才重要 你跟他讲什么 国际公平贸易什么 他听不懂啊 对不对 但骗选票 有的时候 要讲一些高大上啊 让那个工人觉得说 哇塞 我突然之间变成 国际贸易战的 这个先锋部队 有那种感觉 你知道 这个骗票 真的是有一套啊 那这个 当然如果他们去了解一下 仔细研究一下 特朗普3000亿 拜登只打了180亿 然后180亿里面呢 有很多是空包弹 那个电动计车 那就叫空包弹嘛 所以你看啊 这个 这个骗选票 有的时候真是啊 这个无限上纲啊 什么什么招都出了啊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呢 这个要显示出 他对拜登的强硬 然后骗到选票啊 还有一个更重要 他对中国制造的担忧啊 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啊 当然要赢嘛 要赢是重要 但是啊 中国制造让美国制造啊 已经 遥遥落后了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啊 就算你今天 180亿 后面再加个零吧 1800亿 你也没有办法撼动 中国制造 产生的影响力 我们就讲个例子啊 当年经济改革开放啊 大量的 这个就是美国企业啊 进军中国 那当时啊 兴奋的不得了 想到中国 巨大的市场 对不对 当然当年8090年代 中国人消费力还没上啊 但他们呢 有信心 这个中国只要朝这个方向发展 将来中国的消费者呢 消费力不在话下 所以呢 大家知道比较熟的吗 我们举个例子 苹果啊 麦当劳 星巴克 我们就讲这三个好了 就杀进中国市场啊 那确实啊 不能否认 那时候啊 这些西方公司啊 进中国 就聘了很多顾问啊 专家来啊 来干嘛呢 来拓展中国市场 有一些可能就是华人啊 对这个经济啊 对市场比较了解的 所以你看呢 美商呢 这些公司在中国什么 大中华地区的什么CEO 都华人啊 都华人啊 以华制华嘛 为什么 要占有市场 做大 那不能否认啊 90年代 中国经济起来了 到2000年之后 中国经济紧喷了 这些大公司啊 那那哗啦哗啦转的 那简直是 全世界的业务啊 中国业务都是第一名啊 对不对 都第一名啊 但走着走着啊 这些年啊 尤其在疫情之后啊 就有点不对劲啊 对不对 这个局来讲呢 这个当然像华为嘛 华为被打压之后 这个突然激发大家 抛弃水果 对不对 买了华为 就不要水果牌手机了 那那个 这个市场在下滑啊 听说现在水果牌啊 专攻二线 三线城市 对不对 一线城市已经沦陷了 没了 那更不要说星巴克 星巴克也是 现在呢 中国的年轻人啊 流行啊 叫穷人经济学啊 就说我花最少的钱 吃饭 喝咖啡 穿衣服 就说我怎么样 在我的生活当中 花最少的钱 那这个当然对这个市场来讲 这个 以这些西方公司啊 吃香喝辣惯了 他想 那你们能就是一下就过了哈 就没想到 举例来说 在中国北京啊 有一个叫做连锁的这种快餐店啊 这华人开的啊 中国的品牌 南城乡啊 南城乡 南边城市的香味啊 南城乡 好 这个南城乡呢 当时怎么撼动市场 他一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啊 要穷人经济学 对不对 他就搞那个三块钱早餐 人民币啊 不是美金啊 人民币三块钱啊 吃到饱 无限量供应 你进来吃三块钱人民币 这个是什么概念 打到什么KFC啦 肯德基啦 麦当劳 通通变啦 要改变政策啦 现在都乖乖的 打那种叫廉价套餐 对不对 当然不能叫廉价的感觉不好听了 叫做什么经济套餐啊 什么什么套餐 就是很便宜啦 东西很多 不然市场没啦 你开的店 对不对 养的员工 没人上门啊 全部跑到城南乡区了 三块钱 吃到饱啊 早餐啊 当然他的午餐晚餐还不便宜 可是问题是 这个客就来了 免费广告嘛 他连把广告费 就砸市场 为什么 中国的市场消费形态啊 在改变 中国人啊 从以前刚开始 对西方产品的那种 信任 已经在消失啊 发现 中国制造越来越厉害了 因为早年啊 经济改革开放 中国大概就做 衬衫啊 运动鞋啦 圣诞灯 雨伞 就这些 但是做的做的呢 中国的电子产品 最早对不对 还没有电动车走 中国什么电子产品啊 就出来了 那就越做越好 那接着华为 5G 华为的手机 然后到后来的 这个比亚迪的 这些啊 这个什么 电动汽车 李电池 宁德时代 就一个一个冒出来了 中国的消费者就发现啊 这个西方啊 譬如说你水果牌手机 没有 没有我的华为好啊 我买华为 对不对 你说你的这个汽车好 对不对 进口的车啊 美国车 还是没有我中国做的好啊 性价比比不上 我买中国车 这个消费形态啊 已经在慢慢转变 讲的不好听啊 以前啊 大家都是啊 对西方产品信任 但有人讲的不好听 叫重阳啊 但也不能说重阳 是因为 真的是西方的产品 这个 这个比较先进嘛 上档次嘛 这个功能又好 但是现在发现 中国产品上来了 这些东西啊 没有进步啊 就不行了 就像当年特资拉 对不对 都卖到断货 现在呢 可以选的太多了嘛 我刚随便一讲 车款又多 车型又多 风简尤人呢 你要高档的 你要普通的 甚至你要买那个最便宜的 那个一万美元的 什么海鸥 这个市场上也有啊 所以整体来讲呢 拜登现在非常非常担忧的是 美国的工业 美国的制造业 已经无力乏天了 无力回天了 无力回天了 应该是 无力回天 基本没救了 简单讲 我应该没讲错了 应该没救了 就是没救了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呢 打一种所谓的 就是象征性 叫经济象征主义 我苛征中国关税 其实别傻了 美国现在通胀那么严重 对不对 你如果打贸易战 中国也一定加税嘛 对不对 美国制造 进口中国 我加税 还原色嘛 顶多去WTO告 告不赢 我就加税 那结果怎么样 受害的是美国人啊 美国通胀 那个原来好像快活了 结果呢 那火快起来了 快快快还魂了 突然又要断气了 就那种感觉 你自己打自己 各位要知道吗 我们刚才前面有讲 特朗普对华科征 三千亿惩罚性关税 换来的是 29万四千个美国人 在工作上 受了影响 不是薪水减少 就是失业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打这个贸易战啊 一定要有原因 但看得出来 其实最重要 美国非常担心 在这一次 这个普京啊 即将明天来华访问 那在这个当中呢 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贸易啊 一定会继续激增嘛 因为去年已经是2400亿 那可能明年的 今年完了到明年一算 可能3000多亿啊 会持续上升 比如说中国 买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 把大量中国制造的这些 高端科技产品 什么锂电池啊 电动汽车啊 关键矿物啊 起重机半导体 什么还有这个钢啊 铝啊 医疗用品 通通卖给俄罗斯 俄罗斯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经济好得很啊 你美国制裁俄罗斯 什么什么 一点没有影响啊 所以他这一次啊 一多半呢 是给中国啊 暗示下马威 你跟俄罗斯普京 明天见面 最好不要加大 中俄之间的贸易往来 否则我有办法对付你嘛 对不对啊 那当然听说现在 美国还在鼓动欧盟啊 什么大家一起啊 对中国电动汽车 课征百分之百关税 到结稿为止 欧盟国家 都当没听到 对不对 因为这东西啊 别傻 你跟自己过不去 对不对 大家想跟你起舞 可能受害是我啊 所以啊 在这一次 这个普京访华 看得出来啊 这个对世界局势影响有多大 美国总统拜登都按捺不住啊 就在这个节目眼上提早宣布 你明天到我今天讲 那个是对号入座 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哈 那当然去年呢 中国的GDP呢 这个增长到5.2% 代表虽然呢 西方一直唱衰中国 但是中国人呢 大家的努力 这个GDP呢 还是维持不错的成绩啊 这个5.2% 有人说哎呀不像当年啊 两位数 你去看看现在全世界 有几个国家GDP是正增长 德国还负增长呢 对不对 你就知道 这个千万不要低估中国的5.2%啊 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啊 所以这一次呢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啊 访华 也看得出来呢 现今世界局势啊 真的大势啊 要找中国啊 那这个 这个对西方产业来讲呢 原来在中国发大财的美梦呢 现在变成生死竞争的时候到了啊 所以你说 为什么我说太阳啊 同样24小时之后啊 升上来 这一夜之间啊 发生的事情啊 真的是太多 太有趣了 那当然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 普京啊 明天访华 那底华访问之后呢 当然还要去哈尔滨这个参观一些 中俄什么贸易展啊 但是也看得出来呢 这个最重要的三件事 对俄罗斯经济 中国还能帮到哪里啊 那第二 在中俄之间 还有个最大的问题 是中亚 到底中亚为何会影响 中俄的感情啊 那我想在明天后天的节目当中 再跟各位慢慢分享 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当然了还是老话一句 已经订阅的朋友 帮我分享给您的好朋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订阅哦 我们就准时明天空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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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